昨天 家住乌鲁木齐市剪全街的汉族姑娘曾柳梅 看望了在乌鲁木齐七五事件中 向她伸出元首的维吾尔族大哥卡哈尔 这位姑娘就是曾柳梅 在边疆宾馆上班 她告诉记者 7月5号下午下班后 坐106路公交车经过延安路和二道桥路口时 一伙暴徒挡住了去路 车上乘客迅速下车四处奔跑 看着眼前的情景 曾柳梅一时间慌了神 我就很害怕 我不知道往哪跑 然后这边也很乱嘛 这位就是曾柳梅的救命恩人卡哈尔 她是二道桥乌骨斯汗商城经理 当时刚刚得到消息 正在商场的地上入口处维持秩序 正巧看到了朝这个方向跑来的曾柳梅 为了让惊吓过度的曾柳梅放心 接受自己的帮助 卡哈尔撒了一个善意的谎言 她说自己是大巴扎的保安 请曾柳梅放心 但是就是从这边他们把我带到这里 然后带到这个办公室 在这些素不相识的维吾尔族朋友的陪伴下 曾柳梅在惊吓之后度过了一个平安的夜晚 如今工作和生活都恢复正常的曾柳梅 找到了卡哈尔 她要对曾经帮助过自己的维吾尔族朋友 郑重地道一声感谢 今天就是特地来带点东西来看看你们 你们天天在这里值班 也蛮辛苦的 就是口渴的时候吃一点喝一点 这不要客气的 你是我的名秘一样的 我们全是中国人 中国五十多个民族有了 全是一家人 大家都互相帮助嘛